這個禮拜是這一尊 你看嘛 哪一尊比較有顏色 這一尊比較有顏色 顏色比較多一點 這一尊 就是我們中國的官雲長 官公 官公在佛教裡面是復法神 叫做截然尊者 另外官公 也有被一般的道廟裡面 認為他是義皇大帝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賢臨高尚帝 神年高尚帝 道家有一派把他奉為是義皇大帝 官公是義皇大帝 叫做賢臨高尚帝 賢臨高尚帝 有些不承認 有些還是承認是賢公高尚帝 因為賢臨高尚帝那一派 就講 因為經過了很多年以後 天上賢舉上帝 天公也賢舉上帝 就官公被賢上了 所以他變成賢臨高尚帝 另外一派說 哪有上帝還有賢舉的 另一派講說上帝永遠都是上帝 哪有什麼選舉 所以那一派就不承認 一派承認的是因為是選舉的關係 跟人間一樣 選舉投票 然後黑箱作業 他一下子他就成了 成了賢臨高尚帝 這一尊很有色彩 你們廣東人都知道的 廣東人都拜這一尊 所有的商店 都是這一尊 因為大家都拜 廣東人認為是財神 財神啊 這一尊是財神 這一尊也是護法 也是財神 所以下個禮拜你們不足其的 下個禮拜你們不足其的 你們這個要問財 要問財不要來問我 問官公 問官公就可以了 官公是財神啊 又可以守護這個家宅 又可以當佛教的護法 為什麼他會成為佛教的護法 是因為智責大師 天台山智責大師 他有一次禪定的時候 看見官營長 帶著英兵英將 很多很多的 還是在這個 還是在戰場上施殺 那時候啊 佛就來跟他講佛法 那麼他 官營長就歸一佛門 成為佛教的 截然神 截然神就是妙神 彩虹山莊的妙神是哪一位 妙神就是截然尊者 那所有的寺廟的妙神是哪一位 所以截然就是妙的意思 截然尊者就是妙的神 那麼廣東人 奉為是財神 也是守護家庭的 這個妙神 這個妙神 大家好 好好主題呀 我們這裡廣東人多啦 下個禮拜主題的人一定很多的啦 這是官營長 這一尊 我已經介紹過了